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們很高興今天來到 林氏家庭台北的聚會 我們訪問到我們的總會長林鄭平總會長 我想請問一下我們鄭平總會長 您是審判的經歷 把你接觸到我們的林氏家庭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好嗎 記得應該十幾二十年前 那時候我在銀行上班 是 那麼 也就是 那個一個機員 我們一個客戶 那麼 我們一個客戶 那麼 他是這樣 他也是林姓中慶會的議員 然後 當時也是接任林姓中慶會的理事長 是 那麼 有一天他有一個機會 他跟我說要不要加入 中慶會 哇 那 那我說 那時候也沒什麼考慮 說好啊 那就 就加入了 然後 到今天大概 接近二十年 哇 真的是 不是一般的鐵粉 是 始終粉絲欸 所以喔 我們想知道說 那您是 這一次為什麼這麼 為了實現什麼樣的理想 來接任理事長呢 這是 私立不跑好 而且 出錢出力又出 腦力的很 很 艱鉅的工作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謝謝 謝謝 目前 我們知道政治的氛圍 更處於狀況前 是 那不斷困擾我們台灣 全世界都一樣 那 身為台灣人 希望透過 愛台灣 大聲說出來 那一連串活動 使得真正 愛台灣的聲音 發生出來 讓同樣身為 中華民族議員的彼此 都能夠聽到 和平進步 是多迫切需求 需要的 是每一個共同的責任 也是 我們全能力邁向 和平的根基 所以 這項活動我們不分 我們 不分政治意象 不分 宗教 不分 種族 不分文化色彩 等等 彼此這種事 由愛台灣 用行動來表現出來 並且 要大聲說出來 讓世界更多人知道 愛台灣的真正聲音是什麼 哇 而且我們也希望世界上更多的人 我們一樣 經由自己的消耗機專長 透過小愛發展之大愛社區 在博愛之整個台灣 也經由愛自己的家鄉啊 然後愛自己的民族 再擴展到市場的每一個生命 所以我們從日常生活中 會介入我們的活動 為什麼這次會想到用透過聲音影下來 來傳導讓世界人知道我們這麼大的一個想法呢 是的 把這個中心愛台灣的一個聲音呈現出來 化為主動及激勵 來喚醒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 我們這一個台灣 我們 我們所有人旅行都相忍 我們與全內心連心 一起希望這個世界更好 所以 不該置身之外 區域兼兵兼 以及 攜手 共慶未來 那我想知道 總會長 如果照您這樣子講話 我們要如何改變 共創共享與共生的新生活呢 你可以跟大家再 比較透徹的解釋一下 好的 身為真正的台灣人 用行動表現對台灣的關愛 對世界和平的部分彼此 希望能夠獻上一分的心力 並且號召世界各地 中華民族的人 以及任何 該和平相處的人 共同發生 先從台北市和臨時家族的愛開始 擴展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讓這個世界 被愛包圍 用心尊重每一個生命 哇真的是很有大 就是從台北市的臨時家族的愛開始 一直擴展到 然後全世界 讓愛包圍每一個人 然後用心尊重每一個生命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給我們年輕人 一句比較重要貼心的話 是從什麼樣的情況 能夠發展這個行為 或者是一個思想 用台灣話講 愛友好 以校為先人啟動 然後傳遞 大愛到愛台灣 對 大聲說出來 是 象徵我們只有一個地區 對 我們所有兒女血脈相憐 我們與全人類新年新 是 一起希望這個世界更多 是 所以兵該自身之外 對 更需要千萬千攜攜手 共慶未來 對 哇今天真的受教 我們 我們的 正名總會長 你們這些 這些指導 真的是對我們非常需要 而且是現在四人 大家都想學習的 今天很謝謝你們接受我們的訪問 請大家掌聲鼓勵好不好 謝謝 謝謝我們接受你們的訪問 真的很謝謝